波特連波忙 波特小林兄 我是小林志祺蘭 我是小林兄 七好 耶 今天呢 非常榮幸 可以邀請到這個 兩位 兩位 暴走教師喔 暴走教師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們多暴走 我們來談一下這個 最近很熱門的這個黑箱客綱的問題 黑箱客綱啦 都教友跟那個聽眾朋友介紹過 這黑箱客綱實在是 裡面 其實除了它這個黑箱之外 它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內容上面的問題 真的 欸 你看 欸 我跟七好兩個都是歷史科系畢業的 哇 越看越驕傲啦 受這個教育荼毒的我們兩個 欸 真的是越看越驕傲 好 今天邀請到大直高中的公平老師 黃老師 觀眾朋友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大直高中老師黃毅忠 耶 好 另外一個是建宗 這個第一學服 然後建宗歷史科的莊佩柔莊老師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建宗歷史科老師莊佩柔 耶 水啦 好 今天這個是很榮幸可以邀請到 我們其實今天主要來談一下說內容的部分 欸 首先啊真的是還先請兩位老師 我們先從莊佩 莊老師好了 我們先聊一下 到底 為什麼要站出來反對 柯剛這不是好好的幹嘛出來反對 對啊 你是不是看到馬政府就開槍啊 是怎樣啊 那個基本上就我個人而言我對馬政府沒有興趣 那個馬政府已經無感了 對 對 就這個年代還有有激情 對馬政府有激情 我是不是很了解 我是不是很了解啦 那但是 基本上我們現在比較流行的術語就是說 大部分人都是政治中立 那這次我們 就是為什麼一直要站出來 一直因為 實在是沒有辦法是被逼得出來 第一個是 其實歷史老師齁 我這個課剛剛弄齁 是從八八課剛開始 嗯嗯 那他課剛開始 開始有第一本書叫認識台灣 那時候全台灣歷史老師快要崩潰 這我還有印象 因為齁 因為那時候我剛開始就是 差不多可以要出道 那時候發現 那時候學校歷史缺很多 我現在沒有人要做歷史老師 因為八八課剛很多老師就崩潰 我不要教 就沒有不認識台灣 那沒有問題 那我們專業 第一個就是我主修台灣史 那就來 喔 漂亮喔 好 那暗了以後呢 接下來 我就看阿扁 還是阿扁 然後馬英九 然後還是馬英九 然後他們 那課剛就翻來翻去 你知道中華民國成立以來 不要成立啦 其實中華民國成立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1949倫王以來 就是1949來台灣以來 他其實沒修過幾次 課剛沒修過幾次 可是我們這幾年來 那課剛是反覆的修 很密集在修 很密集在修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這個我們學歷史喔 講起來很爽的事情 因為這種是民族國家建立的時候 都在召喚一些神獸 在打動 打Gang的時候那種感覺 就是 哇 大家都非常想要 有一個美好的幻夢 啊 大家就想從歷史課剛以來做 那實際上最痛苦的都不是大人 因為他們在做夢 他在打Gang 啊真的在付那個儲值卡的是小孩 小孩 那我們第一線的老師在教喔 其實我們這幾年 課本 課剛跟大考中心 其實差不多精神已經 差不多都很疲累了 然後我們88 而且其實我們前陣子喔 就是我們這個歷史課剛 滿久政府一上來就把它凍掉了 所以 一直凍掉了以後 就凍掉就是 它要合法要把它修 就它修到101年 我們叫101年課剛 好不容易都出來 出來以後 其實這次再修 是真的是 真的是受不了了 多餘啊 多餘就是 你知道這種感覺就是 融會時間 因為我們比如說客氣 就我們受過教育 就是啊客氣 啊我們不好意思 啊我們就 沒關係我們就按照程序 可是它最後連程序都不要了 我們受不了 硬來 硬來都受不了 然後 然後你跟它講道理 他就跟你講一種 通不通 不是不通 就比講不通還要嚴重 就是它有一個美好的幻想 那幻想在平行的時空裡 啊就是你 你不然就跟它 叫你 你看說啊 我們想跟你談道理 啊那個有一個偉大的夢想 啊有煙荒子孫 就是你就很難 就沒有辦法上線 就是他要接上他的民族神話就對了 黃老師你幹嘛呢 相仇啦 相仇 你幹嘛是相仇 我們就要相仇啦 因為他要實現他的相仇 他的中國夢 所以他就在 創一個什麼課綱微調小組 找那兩岸統合學會的 帶頭的這個謝大寧 啊王小鵬這頂的 突襲 在一個會議裡面突襲 這個突襲的記錄在 郑綠軍的 委員的錄音帶裡面 這都有全文出現 是 啊他們說白痴啦 各位沒說什麼 他們說這是由下而上 老師希望微調 你說白痴嘛 對啊 莊老師有嗎 有說要不要微調嗎 你們感覺好像 由下而上耶 有嗎 如果由下而上 我問有一個最卑微的名字 那是公聽會啦 那你有沒有聽過 一時空的公聽會 就是明天開會今天收信啦 蛤 是這樣嗎 有這種的啊 啊不然就是明天開會 今天開會 我怎麼收到新是明天 我才有公文 你 1月15號收到公文 藍波的老師 1月15號順著公文 結果報名時間截止是1月14號 蛤 真的 我才有政府就不用給他們公文 他說是這樣啦 據我的聽說是說 開會的時候 沒有當場開票 把票帶回去開 怎麼會這樣啊 這個有聽說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去用判決 政府資訊公開法 要把會議紀錄公開的時候 他不跟他公開 他現在也不跟他公開 所以公民老師 你很注重程序也沒問題 我們歷史老師一樣很注重啊 一樣很脈絡 你知道那個公委員打開來 我們看會議紀錄 千辛萬苦 也是 正義新聞委員一些要道的啦 那我後來慢慢 我們看到手上 都傻了耶 全部都是圈圈跟叉叉 然後他為什麼要圈圈跟叉叉呢 難道我要跟學生說 我現在要教這個東西 是基於圈圈和叉叉的決定 圈圈和叉叉 因為害怕我們恐嚇他 所以呢 我們不能知道圈圈跟叉叉 就算我們也覺得圈圈叉叉修得很好 我還是不知道圈圈叉叉是像 對啊 那這個 啊 這有鬼 我們做人不能這樣 我跟你說 我今天出來公園 夠了報 其實我一九年就公園到現在 為什麼要跟他公園 因為你表了 你夠了沒有表 對喔 我想說你自己表演 你如果要馬英九的相仇 他的中國夢 如果你要實現 你就明講 我罵的就是要給你葬啦 不然你要怎麼樣 一句話啊 你一句話後也不會給你葬儀 今天你就沒有那個價值啦 對 沒有價值就是你要給我葬 還要送給人說 是老師們由下而上希望來微調 而且這個微調和 感覺我們背黑鍋 還換表你不知道 表到有順說什麼 還頒憲法 我們這個微調是依據憲法的規定 現在的課綱說沒有合乎憲法啦 我們學歷史耶 中華民國的憲法 管道台灣原住民 一萬兩千年前嘛 就不知道在幹什麼 對 那個整個脈絡頭看不清楚 很詭異 我們來解釋一下啦 罵的說是個脈絡啦 馬英九說啊 兩岸定位是一個中華民國 兩個地區 所以他整個在說什麼 九二共識的是什麼 一中各表 我跟你說啦 按照中國的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什麼 你知道嗎 九二共識是什麼 就是一中沒有各表 沒有 所以各表是馬英九在表啦 人家只有一中沒有各表 所以用一句話來講 什麼叫做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世界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在1949年 10月1號就出山了 我說的不對嗎 歷史老師給我解釋一下 不能這樣講啦 他是倫王了 倫王到台灣 所以不算出山啦 對 不然我剛剛提到這個課綱 提到說教學的問題 具體而言 可能有些聽眾朋友不曉得 具體而言 以老師的經驗 你們在教學現場 這個課綱 因為它裡面怎麼改 我們也不清楚嘛 他因為講說 沒有啊 那這個課綱其實是一個大方向嘛 對不對 你出版社要怎麼寫是你的事啊 對不對 這是大方向 所以應該是說 這個實質在現在出版社 應該有些樣書會滿出來的嗎 有啊 我這裡就找了 我也有啊 我給你看一下 來分別請莊老師跟黃老師 說看看 我先來說公民 這跟莊老師說一句話 來 我們就說這個就好了 我這裡有三名版的課本 這是舊版的 我這裡有新版的 我們說要有評有趣 我們說要有評有趣 畢教一下 畢教一下的料意 我畢教一下 我看到三名版在這裡 我們在尬公民人權的時候 本來以前的課綱要舉例說 以德國的納粹德國 這應該的啊 納粹德國屠殺英台人 很嚴重的 還有我們台灣 二八白色恐怖 這應該的啊 很恐怖的事情 這要說 他現在把課綱抬掉 蛤 他把課綱抬掉 有尬到納粹德國 還有尬到白色恐怖 這麼多 他身版都給他抬掉了 其實聽到朋友沒有看 其實他說 很多 因為還是要濃縮 所以就算很多 其實一張A式紙還只佔四分之三 對不對 四分之三在以前的 固的寇本裡面 算是多的 現在來 黃老師說 請說 抬掉了 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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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你現在最表的事情要出現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不送的時候 威善 威善 就很假 你為什麼要多表 現在告別沒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 我們沒有刪二二八跟白色恐怖 是出版社自己刪 啊女孩子 這三明出版社真的好壞 我聽你的客人把你抬二二八 抬白色恐怖 現在我們來控醫了 你告別後面說 他出版社自己要抬的啦 我們不叫他抬的啦 你又不輸了什麼 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有啊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我告訴你 他當初說為什麼要課綱為條 因為要減輕公民老師的負擔 他就貼心了 要給我減輕負擔 黃老師是課幾年了 我課十一年了 原來我聽我們很感動 他要給我減輕負擔 結果之後咧 他把二二八抬了以後 他給我在地北客 我們公民地北客有多元文化 台灣是多元文化的嘛 大家也知道 北市也知道 但是有人不知道喔 誰不知道 課綱為條小組不知道 他要給我減輕負擔 我原本 我這舊版的啦 本來講到台灣多元文化 就是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包括原住民 包括新住民 包括很多人 是 好了 現在他給我減輕負擔 你減輕負擔 你減輕負擔 我說 新版的課文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主要都是 中國大陸一路的漢人 因此台灣社會 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傳統 你大頭髮 他原住民咧 原住民咧 新住民也撞掉 我們撞掉了就好囉 所以 他們的書像裡面 只是大中華 漢人就是他們的 有憑有據 剛才洪老師這集 有憑有據 這是功能科 不然你現在很夠沒有我 我們來理事 我跟你講我們不要講太遠 我最討厭 我最討厭人說歷史 都是幾百年前的事情 來來 我們來近一點 解嚴以後的民主發展 我們來看 民主的深化與鞏固 然後講法治化政黨輪替 然後一定要加喔 2000年 第二次政府總統直選 民進黨的陳水扁跟李秀蓮 當選第十任副總統 然後接下來呢 中間到什麼 首次完成政權的和平轉移 是台灣民主鞏固的重要領程碑 然後中間呢 然後2000年 這是什麼版本 實際版本 實際版本 沒有不能這樣講 我們客觀中立 好 來 我跟你講 我們願輪流 不能這樣 來 那個喔 他裡面有一段 他說他把319寫進去喔 他說 2004年 民國93年總統大選 整合後的泛藍與泛律 形成兩大陣營 彼此難分宣制 儘管選舉前一天發生了 319槍擊事件 為台灣的民主選舉 蒙上一層陰影 但最高法院最終判決 泛藍陣營提出 當選無效之數 與當選選舉無效之數敗數 確認陳水扁與秀元 以些微差距 連任第十一屆正副總統 我跟你說齁 歷史課本這麼長 這種東西寫這麼長 它有它的意義 它的意義是什麼 羞辱陳水扁 好 再來 2006年 陳水扁家族涉入弊案 引起百萬人倒貶 紅山軍社會運動 來 我們練社會學來 紅山軍有沒有百萬人 我們算一下 重挫 重挫民進黨形象 使得民進黨在其後的縣市長 立委選舉 接連失利 我跟你說齁 我看到這個 我的感覺是說 我知道你有冤屈 你要輸 我感到 我沒有問題 我也對阿比要不要當選齁 其實我們已經昇華了 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已經很久了 因為現在年輕人來講 一頂席級 上一個時代的事情 但是 你知道他後面講齁 他那個 這個東西 他是要堅持寫在歷史課本 我們不是白癡 我們知道你的努力和勇敢 就是他 他有他的夢想 他有夢想 可能是那個怨氣很深 就是要寫給 不行 要想辦法寫給全台灣的學生看 這樣子才能讓我們感動 比如說你看後面講 他說 他就說 他這個整個敘述 民主的深化與鞏固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加這麼多的東西 他有沒有提到 比如說他民主啊 深化 比如說我們也可以說這個 特資費啊 我跟你說 他有說我覺得最奇怪 你知道他社會福利 講到最後台灣社會福利 通常我們課本看他後面 最後面其實大部分歷史老師都覺得很累了 就是 教不完的 他什麼叫社會福利 他特別提上兩個東西 除了什麼嘉義行上團以外 就是講人間佛教 跟正言法師 然後正言法師跟人間佛教 然後他說 還講信雲法師啊 唱人間佛教啊 慈善啊 功縣良多啊 全球創世所大學啊 我跟你講這都有特別挑過 對啊 當然啊 佛教流派其實很多 人間佛教只是其中一個 對啊 啊為什麼法谷山聖言法師 不講一下 來來來我們要不要講一下 兩岸統合跟那個 來 不好意思齁 聽眾朋友你現在 收聽到的是 沒辦法的 我們今天戰況很激烈喔 戰況很激烈喔 今天戰況很激烈 今天我們 主要是由大直高中的 黃毅宗老師 跟建宗的這個 莊歷史老師 莊佩樓老師來為我們主講 來 黃老師 這個課本本身的問題 我莊老師拿這本 實際文化的歷史課本 他裡面有一個鬼 什麼鬼 我去年就發言這種事情了 他在最後一頁 那個版權頁裡面 他現在編輯圓框很正常 但是去年有兩個人很重要 他現在要給他代表了 這兩個人很有名 來講 第一個就叫做謝大寧 喔 可是課綱委員一個 微調小組一個的謝大寧 謝圈圈啊 第二個也很有名 叫張亞中 好 我跟你講 這兩個是什麼關係 你知道嗎 張亞中就是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對 謝大寧就是這個學會秘書長 我承認了 所以 這個兩岸統合學會的目的就是 促進什麼統一 什麼 所以 他們兩個當初就是課本的編協者 但歷史還在喔 張亞中還在喔 歷史啦 張亞中還在 對 對 那就是因為 去年被罵 你知道嗎 因為你求援兼裁判 你謝大寧是負責課維調 你課本就自己寫 你以後你裁判當求援 其實聽眾朋友應該不知道說 其實出版社 他們做完這個樣書之後 其實還要拿執照對不對 對 他要拿執照 所以他們其實有一種 自我監控的機制啦 對啊 自己有心中的小警鐘 他們覺得如果我不符合上義 我沒有在課綱裡面 沒有在這個樣書裡面 符合課綱的話 可能我執照會不過 所以這個就是求援兼裁判 他現在自己審查 自己的課本自己審 那個事情 所以他現在理虧 他現在自己是理虧 所以他現在四年版本 他就把它抬掉 就是這樣 那我再來問喔 欸你們想說你們老師在那邊 氣啊 氣成這個樣子 欸搞不好學生 學生覺得無所謂啊 說嘛反正怎樣啊 沒有沒有 我要解釋一下喔 這個世界是這樣子 不會有都會有人氣 其實課綱最重要的作用是什麼呢 對 你知道 我們在教學現場 老師也是分派系的 當然 有藍有綠這個都可以 可是你知道嗎 有一些人他們其實 在這麼幽暗的過程中 他們已經覺得他們的歷史 已經受到危害 其實這個課綱最重要的 有點類似像是 給這些老師講話大聲的力量 就是說 他啊啊我們以前 你看我們那歷史課本 都寫得怎麼樣 現在終於有人會波爛反正了 有一些人他期望這個 那 這塊人喔 當然有的時候 也不能說他是怎麼錯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現在討論民主跟自由跟民權這種東西 從法國大革命以後 我們講溫公姐的概念叫人權 人權這種東西喔 是會進步有上限跟下限的 像我們在講真的立刻剛的時候 我最難過喔 是看王小波 說啊二八 那台灣十多個 中國大陸什麼 青黨十多少人 這個就是沒有下限 就是我們 我羅安達十一百萬 那我又要比較羅安達 大家多殺一點 就是 像這種東西 就會把整個台灣的 問台灣 我們現在年輕人要正常國家啦 沒有人要過這種人生 就把人整個 時代的背景往後拉 這是我們最受不了 我不知道別人啦 我站出來是因為痛心這個啦 我們跟溫小波先生 我很尊敬他 他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 對 媽媽被殺 然後被受到孤兒院去 他人生很悲慘 對 問這些其他人 我們知道你的痛苦 可是你的痛苦 不能找我們要啊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我們很痛苦啊 嗯嗯嗯嗯 來 洪老師 這個只要有人說 馬英雄你有鄉愁 你希望 誰你的鄉愁的客奔 你就跟他下一個別處看 就好囉 你幹嘛用總統的力量 強迫全台灣所有的高中生 都惡劣相仇 這不意説嘛 對喔 我們尊重王小波 我們也尊重馬英雄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主張 這是言論自由嗎 但是你不需要說 強迫用這種方法 啊會被強迫全台灣 就是惡劣的東西嘛 好意思啦 我跟你講 而且我們不站出來 會很麻煩 因為將來有一天 有一天我們會死 後面還有人啊 а後面的人他有來 告訴你政府可以這樣亂搞 那我們就不要有下限了啊 大家都來全部脫光就好了 那第一线的学生 学生有没有直接反应过 他们都 也看新闻 学生一定看新闻嘛 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他们什么想法 这个实在 你都叹气了 我跟你讲 所有社会运动 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他还在进行 如果学生上街头的话 老师是很痛苦的 是 老师是会很痛苦的 对我们老师来讲 不是我们要什么 为客观中立 第二个是 我们要站在哪里 而且我告诉你 老师 老师说难听点 你也恨伟善 我也不恨吗 我超恨很伟善的人 那我们要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你讲一个国家 哪些学生 十七八岁都上街头 我看到香港 就觉得香港 香港很可怜没救了 因为中间应该站出去 是太阳化学院那种 那种年纪 才叫正常的世界 正常 因为年轻人站在第一线 你要知道那种 就像打橄榄球一样 没有人派七岁上去的 所以你说学生的反应怎么样 我跟你讲 反应就是这样 就跟台湾社会一样 会有一群学生 很生气 很愤怒 他们要找情绪的出口 然后这些学生 会不会上去呢 迟早 因为教育部呢 其实做很多事情 他教育部做很多事情 他在提邮救活 就是比如说 我们科康 好好劝你 然后不要上诉了 他就一定要上诉 他一定要上诉 上诉还要跟你讲一堆 很奇怪的话 地中老师都出去 都讲过啦 跟他劝告 我们好好跟你讲 我们要客观做 他不行 他讲了以后 他会跟你讲一些 私事而废话 然后告诉你 事情一定要做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 你看我们现在全部版本 都是微调过的版本 然后你说 每个教育宣誓 那都假的 你根本看不到旧课本 好战况很激烈 越来越激烈了 等一下 来我们现在先访问到的是 这个大智高中的 公民老师 黄义冬老师 对啦 完结了也是要恢复理性 黄老师来 现在刚刚是高中选出的时刻 现在如果是这样 经过我们的抗议以后 现在跟各位报告的是 现在新版本 新课纲版本跟旧课纲版本 都可以使用 哦 这样 对对对 所以民进党十三县市首长 也呼吁说 尽量使用旧课纲 台北市克文哲 这边也是呼吁要使用旧课纲 但是我很欢乐 嗯 怎么说 会怕 做老师的人会怕 嗯 不是 很多老师 中文老师很穷的啦 哈哈哈 一般老师会怕 所以哦 你叫他们 新课纲 如果要求出新版本 选出旧版本的好像表示他对教育部不满 嗯嗯嗯 所以现在就是变成秉持的道德良心 但虎佑说所有的老师 我们转告所有的老师 在选择课本的时候 你还是真的要有良心 他到来不已经违法在先啊 对 他如果违法在这里就选择的新课纲 你不变法是你认同教育部的违法吗 教育部还要上诉嘛 对啊 但是已经败数 现在败数就在头前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做老师的人 我们在教孩子 我们自己要有一点良心 那良心就说你在选择课本的时候 你也站出来 我们选择古的课本 现在既然可以选就课纲 没有被微调过 我们就来选就课纲 像我们大致高中 我们公民科兼投票投票了 我们都会选择古的啊 啊 这样啊 对啊 大致高中是这样 我们跟他站出来啊 我希望说既太后 也是同样 大家都欢迎跟他站出来 我们就选就课纲的课本 对啊 诶 那那个装老师 你干嘛呢 诶 我们 我们学校 其实说整个台北市跟全台湾 我觉得历史老师的 我的想法啦 我感觉他们不会全部都讲出来啦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 其实历史科的最大的问题是 我觉得整个课纲都有问题 对 老师你刚才有提到 好像很多内容上面都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内容上的问题是这样子 比如说其实在101年课纲 就是马英九动掉以后再修那个课纲 就一开始还没微调之前 它里面就有一些大的结构性的问题了 以台湾史来讲 比如说我们历史课本里面 它其实在课纲里面 比较早以前就讲过 我们不能教特定的人名 也没有特定的是谁这样 但是有一个人是被写进去的 就是联恒 台湾通史 而且它是被当作 台湾文化发展很重要意义 联恒就是联盛文英 鸦片有议论一类吗 是说是鸦片 那一个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就是有人在竞选的时候 连联恒跟联雅航都分不出来 那个联恒 好来 可是联恒的台湾通史 我跟你说 联恒台湾通史实在是太 太赞了 因为国文科一定会选他的序 对啊对啊 然后学生呢 没有时间跟我们历史课老师赞 他们就跟国文老师赞 因为历史老师会跟他 有的老师会 他们会在网路上看到 会看到台湾那个 那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就跟国文老师赞 然后我是觉得历史老师 我不知道有多少历史老师 真的把联恒当作 台湾文化发展的代表啦 然后 重点就这样瞎一下 我们听了就会想笑 我们当然就想笑 我们总会把他当代表 然后可是他 可是他被当作 台湾通史的代表 然后他们 你写这个联恒 在台湾通史当代表 我就已经觉得 我没有办法用逻辑 自己来跟他沟通了 然后他现在 他现在 以前课纲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他其实很多东西 就算那个名词都加 又再加回来 就 我觉得那种感觉 你知道会觉得台湾很可怜 偷偷的来 第一个偷偷来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历史老师其实没有什么 课纲里面写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选择 第一个就是说 你讲台湾的历史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战后的历史 安装包装 就是所有东西都叫 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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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先要把经济 台湾怎么经济成长发展 我们怎么样 成长 台湾政府怎么样 然后蒋经国 永远都不讲 他有什么白色恐怖 然后白色恐怖跟蒋经国 有什么关系 就好像解离的关系 就雷震自动被迫害 然后那个 自愿的啦 我感觉好像是自愿的 我做起了历史老师 有时候看这种课本 我心里的感觉是说 我知道他们在害怕什么 他们有自己在想些什么 那你就会有一种深层的感觉 就是这种台湾人的悲哀 那我觉得这次课本 我其实最害怕的 就是有些人 他们有眼睛看的 老一辈的那些台独的 比较的一些前辈 或者是说民族主义很强的人 他们看到又会痛苦 你就可以想到 那白色恐怖的时代 那个台湾人怎么样活得不像人 然后那种 那种时代的悲剧 就会站起来 当然白色恐怖是双重的 我们跟他形上学 因为我们是老师 还是要讲一下 我要讲一个很伟大的学者 我一定要讲他 这个人叫法弄 是一个黑人 他写过一篇 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黑皮肤白面具 他说那个殖民地 被统治过后以后 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得了精神衰弱 就是那个叫精神分裂症 1917一直幻想 我就是不够白 我就不够白 所以我才是那么可怜 我是黑人 那黑人就是因为不够白 才有这个命运 这个是精神病 是 台湾人也是 我每次看到这种 东西可以增进去 又消失 消失以后加别人 我就想到 我们台湾人 那个台特恐怖下来之后 有些人说 有很多学生问我说 老师这个事情发生了 因为匪夷所思 你听到路窟世界和张其郎 这种事情 你也精神会 没最充暴的事情 你就说什么东西 历史课本都没有 对 我就说不但没有 你搞不好邻居 就幻想他没有发生 这就是精神病 其实我比较害怕是说 如果说学生他自己 在私底下 去Google是怎样 给看到很多 这样你们老师要如何自权啊 黄老师 实在意 实在意 现在Google学问 比老师讲一千万倍 所以 一些相关的事情 Google一个什么都知道啊 所以我们现在教成 我说实在 其实是要 你不是要打死我呢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 他还有一招 因为我跟他 历史课本打他来说 我跟你讲 那都是椰食 那个没有未经证食 这个才是证食 你知道这个作用了吗 所以其实 正统 对不对 他说他是正统 看背骨的学生 就会不相信 去相信Google 可是比较乖乖排的学生 到最后相信这个 哈西啊 海撩撩 不是白鱼又笨的啦 所以老师的工作 就是应该要让学生去思考 其实也没有什么是对的啦 这个社会没有什么是对的 黄老师你最近好像出了一本书 叫做思辨 刚刚好就是现在讲到这个重点 就是我为什么要出这一本 思辨热学教师的诗堂公民课 就是让他思考 就是我们在课堂上给学生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们没有 不是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没那种事 你不能说一个东西就是对的错 对 教育的目的 过往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导学生 服从啦 服从 顺从 顺从啦 所以说 我们现在的作法就是说 不要叫我学生 不要再什么都顺从 听话 古才听话啦 人不会听话 人会思考 诶那个 庄老师你好像有学生是要 要认识 我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有跟学生提出乘客的要求 因为我不是只有自己 你们如果对这个课堂有什么意见的人 可以讲一下 留言是不是 对因为我留言的声音 晚上已经很晚了 所以大概只有三四个学生看到 那我就觉得 有请主持人念他 觉得好看的留言啦 不错啦 其实学生的 其实想法也蛮有创意 比如说他也关心这个微调课堂 他说那 都是国民党在那边微调 不然你先从自己微调啦 把中国国民党改成中国共产党 就微调两个字 有学生这样讲 对啊 见忠的学生喔 对啊 再来 还有一位同学就是 那就国民党也微调啊 也是在字实上 就是国民党改成叫狗民党 那还可以 这样还可以 推动这个动物犬啊 哦 也没办啊 也有一个学生 就是对于之前前阵子这个 护家蒙 有没有 就觉得很不爽啊 你看 微调课纲就是要要求大家 强迫接收你的观点嘛 对 那护家蒙也是 强迫着其他人 要接受他的这个观点 那你们这样子跟这个伊斯兰国有什么两样呢 用他们拿机枪战地盘 你们用阻挡战地盘 唉 其实学生Google都知道啊 嗯 其实也不用安安康康啊 对不对 这个实在不是一空 你说了就算了 是 所以老师也要有一种自觉 来嘛是呼吁全国的老师 你不是权威啦 你不是权威 你也不是神啦 唉 我们今天有点欲罢不能 对啊 因为没有 刚刚听的这个 今天也很火大 尤其刚刚看了一下历史课本 对哦 真的 也是七号历史系出生的 对不对 又是学西洋史 连西洋史都会改的 我真的觉得说 我从小 这样长到二十几年过去 我就觉得教育没有 没有再改变 没有进步啊 完全没有进步 嗯嗯嗯 来 最后来 十秒钟给那个 洪老师 好啦 打一下书啦 诗变热学教师的食堂公民课 保评文化出版 是 观众朋友 你如果有麻烦 跟我去看一看 如果有麻烦 买来 这是推动教育革命的开始 谢谢黄老师 来来来 庄老师来十秒钟 那就 大家努力 为台湾好 我台湾很多事要做 不过重新开始 嗯嗯嗯 以前正男人说过啦 以后就是我们的事了 正男人 我们现在还有活着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很幸运的 谢谢 谢谢 庄老师跟黄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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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